例如說神儲牌啊 然後來自其他國家的一些食物啊 我就說人的一輩子 都可以在我們的海裡邊見到 海礁實驗室的存在 就是想要用淨灘這件事 把海洋廢棄物改造得很美好的這件事 讓大家用美觀點再重新看到海洋發生的問題 其實最多最多看到的就是寶特瓶 然後那種一次性的餐具 所以我們常常要跟大家講說 減不是唯一減少才是唯一植物 在學校做環境教育的時候 小朋友對於海洋生物 找到我們人類這些垃圾包圍啊 其實大家是很有同理心的 小朋友看到會哭 然後也有人說我從回家的時候 我就想要用我自己的餐具去買我的便當 但是小朋友可能隔一陣子回來的回應 會跟我說 啊爸爸就說全世界就只有我一個人在做這件事情 覺得有差嗎 其實我們是一直有看到改變在發生 雖然可能一百個人裡面 一個看到的改變是一個 但我覺得那個就是我們的動力 而且要相信那一個人 他還會再去影響更多的人 像有的時候我們曾經是有碰到店家 就是他可能自己是賣小吃的 然後跟著我們進他了好幾次 他自己親眼看到沙灘上都是充斥著 也許他在店裡面包裝可能產生的東西 他就會感覺到我們不能再這樣持續下去了 所以他改變了他們的外帶的消費模式 他也會去影響到他的客人 所以我相信這樣子的影響一個人 他是有一種擴散的能力 那我都會希望這些消費者 可以想想你買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再採購新的東西的時候 你舊的東西他沒有壞掉 那他是不是有更需要他的人存在 大家都是因為懶 就是就覺得啊很麻煩不去做這件事 但是你做了之後你會發現 你也會很有成就感 你讓一個東西又多了一個新的組合 地球上還有非常多的生命 不是只有人類 當我看到我們的消費主義 一直在製造出其他生活上的困擾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用這個方向去思考我們的消費